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我们整个团队 第一次打到德马西亚杯的一个决赛吧 还是很开心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来证明我们可以打得很好 可以打得很强 赛前我想对大家说 我们才刚在一起重组一起打 还不过一个月吧 然后我们可以打到德杯的决赛 说明我们是有很高的一个上限 然后我们打得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比赛只要全力以赴 然后进行发挥就好了 不要有太大压力 对战比较急 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他们打野还有辅助吧 因为他们两个是很喜欢 前面发动节奏的人 我对我们现在团队是有信心的 然后比分大概是3比1吧 要不就是他们 要不就是我们 除了西威尔 我感觉还是EZ啊 对啊 就只有这两个 除了小炮加这个的话 是强打对线 但是太在比赛里 你想通过这个打优势 太难了 把剑膜抢了 抢剑膜 把剑膜抢了 稍微有点烦 那个萨什镇吧 后亚 老绝活 应选纳尔 后亚基本上就是 有纳尔 他还是喜欢玩纳尔 这样纳尔一选的话 TT这个阵容比起上一把 更偏向一个打团的阵容 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当中 只要不出现巨大的变化 这个机制还是 上一把没做这个事 被研究了 心流 学嘲讽 要打闪了 阿兵说你别装了 我看见了 不是的 这套伤了 哎 要交闪了 不 寻要进去了 下路有线权的 要来反 有陈剑 要藏出来 突然来一下 撑到了 这一幕我见过 哎 直接开大灭想杀 后亚这位置 A才迅捷步伐 走位没有被剑锋挑起来 但是Q1中拉回来 应该是单杀了 first blood 哎呀 上半区这对线感觉 没啥看的了 裂了呀 哎呀大灭一开 平平无奇的单杀 质朴连招这个术语 恶火苏练中了 基本就杀了 我觉得是有信息 那尔交易了 对吧 那尔 来看一下 后亚这个位置 压身了 易海交了 这样要出失联 还没推到了塔里 Q闪 后亚也赶紧往后撤 怕死了 找TD下路 基本上都一个人在兑现 过来柳 冰川增幅 配合上摸点冲装 北城这个位置 要被控死了 这他龙门可以不要 对呀 哎 阴到了 打一套 但是强穿激光没有穿到 并且炎却这个大过来 也留住加里奥了 挡了一下出拳 但身后的位非常远 沿途也没突到 阳哥的走位很精湛 往塔下走 看新流的下一个E技能 太远了 太远了 后亚 没闪哪 再来一下死了 他会 手上他被压了一整把 对呀 突然把人家打给回了 这塔直接推掉了 应该是大头帮他 稍微推了一下 看看 哦 他走不掉了 他不是说先到这个槽里 他是走不掉了 就出去第一实验 乐托也死了 对 他是走不掉了 我还以为是被建 我还真去不了啊 纳尔现在也很脆 跳进去不一定推出 大刺激可能就没了 被留住了 要强行给他打 那先封墙 两千多血 哎 这个封倒也不错 但血迹来批承剑了 被千诀拿了下来 大招交出来 家僚再给个大招 证明没有人能跟伤害 北川要被卖在里面了 所有人能车就车 交闪线往后拉扯 两个闪线一起交 阿B当面看见 看阿B来追谁 转到了新流 新流虽然升到了7级 但没办法 要被卖在这个杨黎神西里面了 宫里远呼西维尔都来了 锁 两个人想定点抓 阿B这边闪线闪出来了 没有被沿途突回去 而且随时而来的是 对方的一个追击 幻风这边选择 疫情能直接过墙 薰也直接贴过来 保护自己的队友 魏跟炎却都没有大招了 野区逮到了 这个位置走不掉了 新流 你正面打起来 是必输的这个时候 又看站眼上了 沿途想突薰 但反手被薰打出一个三环 西维尔Q再刮一下 还好有一个爆炸球果 把自己给炸走了 但真的要打到 你的速度也太慢了吧 而且千决不来 我甚至感觉BLG都能接啊 那这个时候 看看龙怎么说 北川的位置 还可以有一个抢龙的机会 但伽利奥在组合他 北川直接交出闪现 第一时间 隔下的摩点钟 让流出了幻风 但没有人能跟伤害 那这样逼出了 对方的一个闪现 这种还想打 闪现的潮风 潮出两个人心流 太退了 交一个闪现出来 还是被秒了 而且伽利奥大招下来 熏开出去的阳灵神心 顶着那儿在打输出 这边的换足解决了奥克 奥克这边是闪现过去 把自己给送掉了 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 阿斌无敌了 风龙魂大灭 这两个人在塔下 好像也没办法呀 选择了是大招走 阿斌这边剑锋 没有办法打断炎雀的石蔓 但换风走不掉了 哇 这把游戏 感觉心流牺牲的有点太多了吧 这都24 这只能看着对面拆 大龙buff的治愈时间 还有一分钟左右 除非沿途能突突比较多吧 否则这个高地塔还是守不了啊 拖压变大了 感觉跳出去试一波了 但对面想开 换风被留住了 速度位置一般 草谱到两个人 这一抽签进去 阿斌这位置要砍起来了 加梁给个大招 斩到换风了 换风倒了就没了 这边所有的输出点 接倒的情况下 只剩下后压交闪现 回到自己的泉水 但中路有兵线 推过来就一波结束比赛了 对于BLG来说 一把轻松的游戏吧 从第一波打出领先之后吧 一直把这个雪球滚到了游戏的最后 而且这一局 他们也没有出现 上一局出现的那种 频频失误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